骑车骑士在外线前方等待区停等红灯 绿灯亮了他没有往前却突然左转 这时候内心有执行车辆经过 轿车撞上骑士紧急左闪差一点对撞另一辆车 驾驶在前方停下来骑士倒在地上 一外发生在19号晚间苗栗市民族路上 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 骑士安全帽脱落掉在旁边 人倒在血迫当中伤势相当严重 轿车前挡风玻璃撞出了蜘蛛网撞 路面散落碎片女驾驶惊慌失措在旁边急哭了 骑士是70岁的彭姓老翁 当时外出后要返家 轿车驾驶黄姓女子从头分到苗栗 跟朋友吃饭聚餐之后开车回家并没有喝酒 他撞上骑士吓坏了情绪相当激动 机车左转弯时 照后方执行的自小客车撞击 造成机车骑士头颅撕裂伤 及左小腿骨折 经送医急救人不幸死亡 真实际画面显示 机车停下来等红灯 绿灯亮了之后突然打方向灯 从外线位置左切 在内线被执行车辆撞上 突然切换方向 后方车辆反应不及 骑士伤重不治 TBS新闻谢国金无数评 苗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